你知道在完美世界中最强的功法是什么吗 它就是三大起始回生术 只要学会就可以成为打不死的小强 让你想死都难 那你知道十号学会了哪几种吗 首先这第一种就是至尊补天术 作为补天教的至高法术 它居然可以逆转时空 当初在双十大战中 十一便是凭借这个宝术 强行让时空倒流 恢复了自己的三世 还回到了巅峰状态 瞬间就扭转了战局 可谓是非常逆天了 而这第二种宝术就是柳神法了 柳神的来历一直都很神秘 而十号也一直以追赶柳神为目标 哪怕到了大结局时 柳神的实力都是名列前茅的 而柳神法也正是他传给十号的 柳神法的奥义 就是毁灭中焕发生机 也可以说是让你起死回生 后来十号依靠着柳神法 在先古进去的一战中 即便是耗尽了自己身上的自尊血 也能一点点恢复 甚至实力比以往更强 第三种宝术就是凤凰涅槃法 这个是甄嬛宝术中 最为核心的秘术 也是超强的一种疗伤宝术 即使十号被天地锁链 靠成了一具黑色的骷髅 靠着这个秘术 他依旧能够恢复如初 那么小伙伴们 至尊补天术 柳神法和凤凰涅槃法 你觉得哪一个才是最逆天的宝术呢 下方评论区说说你的答案吧